说起北约和俄罗斯的恩怨,就不得不说起苏联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由于苏联不断向波罗的海扩展,身为欧洲的国家在意识形态,很难接受苏联这样的国家,并且这一国家还建立华越来遏制西方势力。 苏联拥有大量的核武器,让西方国家浅势难堪,虽然苏联解体了,但是俄罗斯继承苏联的一波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又开始对苏联的仇意抛向俄罗斯。 近年来,俄罗斯的军事行动,确实让西方国家大为吃惊,先是俄罗斯闪电般的打了一场格鲁基亚战争,又拿克里米亚半岛。 近来,俄罗斯就已经将包括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,S400凯旋远冲防空岛,战核堡垒P超音速反舰导弹等装备,运抵黑海前线。 而在俄罗斯军演的同时,北约的19个国家,正在临近海域,进行海上威风20118军演。 普京的种种行为,让西方国家害怕不已。 因此,北约开始加大军是力量来对抗俄罗斯,这不,美国又纠集北约13国,在俄罗斯家门口附近的波罗的海,举行克洛伊族纪德联合特战军演。 此次军演还出动了战军,真是监制俄军。 ,真是监制俄军演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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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